聯想控股3396昨日開始露演,文說用投資家來做推介的主題 凱迪聽到忍不住笑了七星,如此難改名做樂鄉原家,點擊率是否會高些? 所謂投資家指示考立名目,聯想控股其實只是一間綜合企業 去年有94%收入及61%純利 是來自賣電腦及手機的指公司聯想集團992餘下四成盈利 主要是來自其下三大基金的投資收益,其餘地產、金融服務 甚至包括牙醫診所在內的現代服務等策略性投資 則各佔盈利約一成朋友說,以目前聯想控股資產正值納約1600億元來說 假設已行使超雅配售權,目前超股區間相當於公司上市後市值 約1240至1330億元,即較NAV折養約20%至30% 預測市盈率12至14倍以最近磅的同業復星656 內比較,聯想控股需要以下限定的 估值先叫吸引從內綜合性企業 最頭痛的問題就是控股公司折讓 Folding Company Discounts 正如你想炒摩托羅拉Turnaround,直接買992就可以了 根本不會考慮聯想控股 不過,聯想控股比一般綜合性企業多了點特色 就是作為內地搞創投的基金 還要有官方背景 聯想控股是香港上市公司中第一間現義 搞創投的代價是得就得,不得就忽得 看長線材比較有意思所以,如果你只是想掛牌首日賺餐查錢 聯想未必適合你,反而具備一定持貨能力的投資者 才值得想想